哈囉 大家早安 我是Jessica 欸 你們看影片的時候應該是晚上 可是我現在是早上 然後我們剛剛睡起來 起來之後呢 我就準備了一些吃的 我的吃的跟我兒子吃的 那我想說把它記錄一下好了 看看能不能夠再生出一個 我今天吃什麼的影片 因為之前有分享過 然後好像大家蠻喜歡的 所以我就再拍一支 那我現在就是整個睡醒的樣子 大家就不要再介意 好 那給大家看一下我們今天吃什麼吧 請問你在吃什麼 外面走 我幫兒子準備了 現在看起來有點醜了 因為他已經把它混在一起了 底下是優格 是鮮奶優格原味的 然後我加了一些小藍莓 然後跟髒腎啊 莓果類的東西 跟麥片 然後最後再淋上一點點的蜂蜜或蜂糖都可以 我今天加蜂糖 因為我們加蜂蜜沒有了 然後小朋友還蠻喜歡的 他就會自己坐在這邊這樣乖乖的吃 好吃嗎 好吃嗎 到跑了 跑了跑了跑了 我自己吃的話是吃這一個 這個還蠻好吃的 如果喜歡吃夜賣的人可以買這一個 然後我自己準備了生菜 我的生菜是買這個 在Costco就有賣了 我的生菜裡面會加上這個火腿 這個是生火腿 我覺得加兩片在生菜裡面還蠻好吃的 沒有什麼難度 就把生菜放上來 就可以把你的生火腿撕一撕放上來 將將 放好就長這樣子 好 那現在我們去把這個放回冰箱裡面吧 他又乖乖坐回去吃了 這放冷藏就可以了 欸放這邊 好 這是我今天中午想要煎的雞肉 然後今天中午的主食呢 會是吃這個餅 我會給我兒子吃這個餅 好 好啦 我們要關門了 然後就可以加入橄欖油跟油醋混合的 兩個混合的量呢就隨便你 不敢吃太油加一點橄欖油就好 喜歡吃酸的人呢就這個可以加多一點 這在Costco都買得到 然後攪拌均勻之後就把它淋上來 這樣的多寡就是大家看自己的喜好就好了 沒有一定 最後再加上一顆水煮蛋 豐盛豐盛 重吃小表達 有蒙人蹤在這邊偷吃蛋 這麼寬 jer 這麼寫